杉磊 那我們看到紅方是 없습니다 藍方是委恩卡菲 目前這張墮白門的紀念最佳的紀錄保持人是 山葉草 我們出發的時候 目前領先是維恩的齊武 阿信在後面 頸椎帶齎 不過這邊小小超過了 這邊內線的衝擊 直接防禦住 阿信這邊拖得很好 相當不錯 不過這邊 在這張地圖裡面來講的話 是不能有任何的失誤 不然可能搖搖的領先 畢軍這張是尾流圖啦 所以這個前面一定要咬緊 不然的話就會越落差越大 大家就走一個最佳路線 喔 有了 旁邊要是有一個人擋一下 他就直接 還好躲得非常好 那這邊看到前面的阿信跟蕭斯的距離非常接近 阿信這個很漂亮的一個內線通過 照顧了蕭斯 後面有蕭斯跟石塊緊追在後 在後面追的可是正宗的大將石塊 那是一個阿信對上石塊的一個對決 這邊有個尾流 這是正宗carryway的一個對決 對 一開始就吸到一個尾流 而且石塊使用的是職業混沌 對 這是一台上一次的一個冰果車 這邊兩個非常接近喔 踩一點點還行 不過現在的這個戰況是鋪錯迷利喔 有了來到第三位 哇 石塊這邊 哇 石塊這邊 哇 石塊這邊很跳啊 被頂出去漂亮 對 阿信這邊是中斷他的甩尾 讓這個石塊撞到右面的牆壁掉下去 直接把他往旁邊一頂 超出了一個距離 而且來到了第二圈的中斷 蕭斯這邊 跟RF要趕快急急直追了 對 那這樣尾流趕快去幫阿信做一個助攻防禦 那這RF要擔任一個突破口 到底能不能在追 哇 這個SC1好貼 它貼到爆啊 貼到爆啊 那這邊右邊這邊繼續貼 再貼 又是貼到爆 對 這邊想選擇多補 那這邊左邊尾流想要做防禦嗎 這邊看起來是沒有 先做 到最後一個捷徑點 對 RF這邊距離是有點被拉開 好像沒有辦法拉 前面頂了一下 不過沒事 對 那我們可以看一下阿信 這個跑到第一名的成績有沒有打破 三葉草 1分44秒97啦 只要看到144基本上就破了啦 對 除非它剛好也是14497 除非很衰 1449 899 對 我們可以看一下這個 阿信在最後 跑出了一個第一名 那這個有沒有突破這一次的紀錄呢 14469 放煙火 放煙炮 恭喜阿信 打破杜拜訓程區的一個最新的 沒錯 那我們看到剛剛是順利的 然後第一回合是查詢會 那我們來看蕭斯咖啡這邊 第二回合有沒有機會搬回演面呢 然後我們這邊查詢會的家瑋 是使用了這個 常見困堡 在一開始就下去了 對 開始不小心自己撞了一下 掉了下去 那這樣的話 是石塊跟阿信 又是這兩位看板球星 不是球星啊 看板車手啦 對對對 看板車手 然後這邊兩個再繼續對決 這邊的話準備來進入這個 第一個來結晶鐵 對 這邊兩邊是順利通過那個柱子甲 所以不用擔心會撞到那個 石塊這個穩穩的從 對 阿信這邊左邊的內彎是過得很順 兩邊非常接近 對 那2G是頸椎在後 那在後面是油耳 這邊這樣就很好位置二三四名喔 對 中間的名字是查詢會比較好的 那這邊石塊的壓力就會比較大一點 對 而且這個單圈圖啊 這個後面要趕快上來支援 那我們看 因為距離都很近啊 所以石塊也特好 還是有機會 這邊頂了一下 但是阿信自己 對 阿信有點被他的那個擋到的時候嚇到了 對 自己被影響到了這個路線 對 這個可能想多了 是不是前面要停車呢 他那個路線看起來是要仿前面停車的路線 結果自己卡到了左邊 出外的時候多按了一次段位子 跑到左邊去 然後這邊是自己掉下去 那這邊看看 不過還是有卡在第三名的位置 前面消失能不能殺平啊 前面消失能不能殺平啊 然後第三 過去了嗎 有沒有吸到 二區最後一秒 對 還是過 但是因為 藍方的偉恩咖啡在七八名 對 所以也沒有辦法 就算是第三名其實也是 沒有差的 不過這二區最後一吸 直接往前衝一個緊張 對 那這邊也是恭喜石塊 這邊是順利拿下第一 但是 我們可以看一下這張石塊能不能破紀錄 1分18秒多 喔 這邊好像是破紀錄喔 石塊這邊拿到了這個第十張的首位喔 成為這個第三位 在我們在歷史賽拿到了十張首位的選手 好 那接下來進入這三位訓練工地 紀錄保持人是BD的為之 1分55秒04 好 這邊出發的是 戰時領先是RF 這邊擠了一下 反而是讓阿信來到第一名 好 現在是肖思站得出來 對 肖思這邊 現在是跟阿信做一個對決 那這邊的話在前面是肖思 不過這邊被頂了一下旁邊 哇 肖思讓對手消失了 二區非常兇狠 對 肖思 對 但對方是肖思在前面喔 這比較尷尬 對 肖思這邊 很努力來追 這邊這個直角彎好像有做一個放手 有 對 躲開了 對 躲得很漂亮喔 不過前面的位置依然是卡得非常好 對 有了這個位置打得很好 讓阿信可以專心在前面做一個臨跑 對 非常的穩健喔 好 看到這邊閃電彎 阿信這個角度可以 這個過得很順 對 過得非常非常的好 小小碰一下而已 那我們看後面的話 家瑋 對 是用這麼長進度 昆寶的第二名 那R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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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邊 哇 跟昆寶 頂 對 打個招呼一下 從左邊衝過 但是可以看到阿信的距離 拉得有點開啊 對 阿信已經從前面轉角消失了 對 阿信這一次速度非常快喔 感覺是要挑戰BD為之的紀錄喔 是啊 這邊來看一下 那關鍵就在後面的選手 其實只要卡住位置就好了 對 對 家瑋 跟尤爾 甚至只要不要掉到太後面 其實以下的一個名次來講 是這個蠻優勢的 對 蠻優勢的 那這邊 家瑋 在第三 在跟第二名的RF做一個對決 這邊 死怪趕快衝上來了 對 那這邊 前面好像還是沒有 哎呀 消失跟RF自己的一個對撞 好把RF往下頂了 對 現在瑋恩這邊就是要搶中間的一個名次了 那死怪是頂了到第二名 那中間的名次能不能形成一個2-3-4-5-2-3-5-7 那死怪這邊撞了一下 哎呀 卡到了 那沒有辦法了 對 那一個場景 昆寶在勵志翻盤區這邊 是可以很快速的通過 對 因為車子就是比較小台 沒錯 這個車頭就是比較窄 對 舒服的過彎 舒服的過彎 但是他還是輕鬆過 我們可以看到這個阿信已經率先通過終點 那第二名是查詢位的家維 恭喜他 那阿信這邊拿到了這場比賽的第二場首位喔 那這個有沒有機會破這個BD為之的紀錄呢 對 那是1分55秒0-4 看一下阿信的一個成績 1分 不過這場是非常非常順喔 我的朋友都跟我講那裡還好 不過我們好好來看一下這場比賽 不過不重要 這個在比賽裡面喔 這個浪漫不重要 對 我們已經看到這個鐵塔已經經過了 看來沒有人綁鞋帶 看來沒有人綁鞋帶 是不是綁鞋帶了 沒有沒有 他就吃道具 這不是綁鞋帶 吃道具的部分 吃道具的部分 阿信想跟誰告白 想說雙膝一軟 旁邊起舞就落淚了 再幫你頂八了 好 那我們來看這個老弟是目前領先 這是後來派出的是維恩老弟 是道具賽的這個選手 是目前戰隊第一 使用的是這個斯基的一個車款 那現在目前阿信 吵得過去 吵得過去 使用的是幫幫塔 所以這邊是沒有防禦的 對 不過這邊都前兩千 他這邊跟正義一樣的地圖 是兩圈圖喔 對 這樣兩圈圖 對 好 這一邊 出發 好 前面要來到這個捷徑的 2G 來囉 2G這邊很累喔 2G想頂 漂亮 剛好又飛飛在打中 被擠出去 你想捷徑 這是一個COMVO器 這是一個COMVO器 炸彈打轉的時候 被2G硬頂了出去 硬頂出去 非常漂亮 看到嗎 2G這邊走在那邊 哇 他飛得至高打 對 這是被齊武撞出去 然後這邊 齊武這邊 速度是降了下來 被水槍一打一下 這邊兩個 這邊要來陰的了 齊武這邊 他還等人過去 沒有 前面是隊友 對 所以他還等 再等 2G 2G 前面2G跟信 來 齊武這個水球 關鍵就出去 我被中 前面有沒有中 看不到 命中雙人 有中有中 漂亮 有有有 而且前面距離是不是有拉開 對 這邊目前 這邊老弟也是被炸起來 對 老弟也被炸起來 而且家瑋好像沒中 所以剛剛中了兩個 可能 應該是2G跟另外一個 對 另外一個人 齊武這邊 齊武這邊緩到一個不行 緩還在緩 緩到不行 但前面 我們看到前面老弟被拖延住 不過二塊 二十塊 十塊 哇 十塊這個超速很厲害 這個殺車沒有 一個 180度的迴轉 對 他屌的地方是他跑第一名 還要再做這件事 對 哇塞 然後最後這一個天使 應該可以順利為隊伍打下勝利 這邊是1 2 3 4 還有一個盾牌 這邊是完美的防禦 哇 十塊今天的狀況極佳 勁術 拿手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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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要再拿手衛 漂亮喔 這個 十塊的操作是非常 六的 拿到火箭 炮之後 一往後丟 丟完之後 拿到加速直接跑 我們剛剛看到的這個 其實有很大一部分 不等的話 要不然是快到過去 要不然就是要等 就很尷尬 因為冰起來的秒數是非常久的 那個真的是 尤其是冰凍炸彈 經過冰霧要特別小心 來 我們來到第二個回合 這個侏洛基 好 接下來是進入侏洛基的這一張 三立拳 那目前領先是二級 那二級這邊領先 老弟在後面 老弟的是這個 這個韋恩的一個 道具賽的看板拳手 那這個官家拿了三次的一個守衛 那對查雄來講 這個他們的一個道具賽 關鍵選手是二級 二級拿過七次的道具賽守衛 對 那這邊有了不顯是 戰局第一 十塊 哇十塊衝了上來 被維恩老弟攻擊 這邊有個盾牌 唉唷 這個盾牌放得很快喔 直接躲掉 對躲得非常漂亮喔 但是這個防禦 是防禦飛鐵 不是防禦 防禦這個火箭炮跟水炮彈 對連續被拉起來 不過旁邊家衛好像也被攻擊了 對這邊是四個人 都停在這邊 四個維恩的車手們都在這裡 那現在阿信來到了領跑的一個位置喔 老弟丟了一個暈霧 哇呀 被擋到 這個槍躲不掉 順利通過 這邊還有一個天使 沒有放 沒有 扣著這個天使 是不是要幹大師 應該扣著水球 對因為天使是一個蠻關鍵的一個道具 所以先從第二拳就扣好 你可以看到藍方的奇武 維恩也是扣著一個天使喔 是 所以雙方各有一個天使 要在關鍵時刻使用的喔 他們十塊飛高高 因為還沒有到第三拳 所以這個盡量的把最好用的道具先扣好 是 所以阿信是捨棄自己的第一名 然後雖然是掉到後面 但是他這個天使你看到現在還扣好 維恩這邊 我們看到維恩這邊用掉他們的天使 對 然後我們可以看到消失這一邊 跟尤爾距離很近喔 那這個 這個阿信的天使就是起到非常關鍵 這個到底有沒有在後面 等作用 不過我們還是要看一下 消失有沒有就會追上去 消失 進攻了一下 這邊水蒼蠅打得出去 有 那領先呢要消失個老弟 這邊天使先提早先施放了 那這邊有沒有辦法明治要的回來 這邊閃電打得下去 尤爾手上 尤爾剛剛自己扣了天使但是也用掉了 對 因為沒辦法反應只有尤爾一個人在前面 他得趕快追了 那看到尤爾這邊有沒有持鐵 有沒有再往前追 如果沒有的話 來到了第三圈的結尾 恭喜老弟 瑋恩 這邊在道具賽 哇兩邊這個其實是 這個互相反回演面 上次的對戰是查詢位 輸掉了進入賽 然後在道具賽反回演面 然後這一次 他們兩個反過來 查詢3比0 瑋恩在進入賽